盘点江夜世界中最神秘的四个人 江夜世界中神秘的人有很多 比如夫子 柯浩然 于莲 莲生三十二 到后来夫子自述了自己的所有经历 柯浩然和莲生三十二的诸多世纪 也逐渐露出水面 甚至于莲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开 但江夜世界中还是有一些人 从始至终都非常的神秘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江夜世界中最神秘的四个人 有三人与书院有关 第一位 书院读书人 唐国有书院 书院有一位真正的书痴 按照陈皮皮介绍说 很多年前夫子发现这位读书人 非常有修行钳制 但这位读书人却直接拒绝了 夫子叫他修行的要求 因为在读书人眼中 人世间只有读书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修行什么的实在是太耽搁时间 这位老先生除了读书 别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做 也不屑做 连夫子拿他都没有办法 而且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只要有人打扰到他读书 他便非常的不高兴 如此年岁久了 后山里便没有人理会他 就连脾气最好的大师兄 也懒得跟他打交道 宁缺因为参悟福道 进入平静 而被陈皮皮带去书院后山 见了读书人 关于读书人是否是修行者的问题 书中没有直说 但个人猜测应该是有一些修为在身的 书院灭西陵期间 李漫漫把天书日子卷交给读书人保管 贯主击败李漫漫后 只身来到书院后山藏书的崖洞中 读书人用一张写了书字的纸 和冠主有过短暂的比拼 结果毫无疑问的落败 冠主在留下一句百无疑用事书声后 将天书带走 小说结尾 陈某拿出七卷天书 想要开天 宁缺关键时刻赶照世人意念 读书人把书院崖洞内的所有书籍送给宁缺 宁缺以书院无数书籍为末 写下人字神符 最后期败冠主 参考李漫漫 曾把天书交给读书人保管 后面又跟灌主交手过一招 而且从描述上看 读书人的年纪应该不小 猜测他不太可能毫无修为 盘点将夜世界中最神秘的四个人 有三人与书院有关 第二位书院扫地婆婆 书院唯一的女性荣誉教授 敢直呼黄鹤教授为小黄鹤 是书院数科无人敢招惹的大佬 宁缺入院适中 父子斩桃花那道题的最后敲定者 宁缺入魔后 父子将其放置于书院后山 此时南进剑阁剑圣柳白的弟弟 柳一青堵住书院门口 要求与宁缺一战 扫地婆婆出面试图将她劝走 并说道 一旦开始投机 你这身习字柳白的建议 便失了根本的道理 你兄长柳白从来就不是一个取巧的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是世间第一强者 连灰都不能吃 又如何吃得了苦与闷 连这种事情都想不明白 又凭什么成就不适之明 只可惜柳一青只听进去一半 后来柳一青不敌宁缺战败 又是扫地婆婆为她包扎伤口 像个长辈一样对其伤势非常的关怀 而且对柳白的不管不顾 颇有微词 还用长辈的口气说 要给柳白写封信去问问情况 言语中柳白仿佛只是她的一个家族晚辈 扫地婆婆的境界起码是知命上境 原文说除了李曼曼君墨 于莲和宁缺外 是书院战力最强之人 第三位 卖红薯的老头 因为夫子说自己在一千多年前 吃过这家铺子的红薯 因此很多人认为 这卖红薯老头是一位隐藏大佬 事实上卖红薯的老头并不是什么修行者 更没有活了上千年 夫子说吃过这家铺子的烤红薯 也不过是这个家族在西陵桃山下 烤了千年的红薯 原文说这家铺子是由祖辈传到当代 经历了很多代 因为有夫子的支持 所以即便是身处西陵 也没有人敢动他 卖红薯老头虽说不是修行者 但却时常替书院看着神殿动静 勉强算是书院在西陵 安插了一个家族探子 盘点江夜世界中最神秘的四个人 有三人与书院有关 第四位 终年道人 知手冠冠主陈某的师弟 知手冠第二高手 陈某被夫子困在南海后 中年道人便替冠主掌管 整个知手冠数十年 即便是无所不知的余连 也看不透中年道人的深浅 中年道人在境界上 应该是知命境巅峰 因为道文的第六境是天启 而中年道人即便身陷绝地 自始至终却没有用出过天启神通 但这不妨碍中年道人的强大 第一次举世伐唐 李漫漫无举之指手冠进行破坏 结果遭遇了中年道人的出手阻拦 等灌主以无惧神通来到知手冠时 原文是大师兄从草下钻了出来 头发里和棉袄上沾着草枝 唇角残留着血字 看上去显得有些狼狈 应该是与那名中年道人交手受的伤 此时的李漫漫已经学会了打架 可见中年道人实力不足 道门围杀叶红鱼之战中 面对熊出没赵南海和中年道人 原文叶红鱼的心里描写是 他看似是三人中最普通的 但毫无疑问是三人中实力最强的 原文说耶稣的剑道 已经误明世间治理 甚至已经半步踏入了天启的境界 但仍不及中年道人 不过中年道人自称 不如光明老人为光明 书院灭西陵之战 于连和君墨去找屠夫谈判 面对常见的中年道人 于连说道 你很强 直到现在为止 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得不说 这很让人佩服 要知道 于连一向是眼高于顶 此前对于熊出没 金杖国师这种破五境的人 都不屑一顾 反而比较忌惮中年道人 九徒登之手冠石 也评价中年道人更不错 已知中年道人展示过的神通 有天下西神指 书院灭西陵后 中年道人因为在态度上置身事外 因此活到了大结局 并且接管了后来的道门 是江夜中少有的结局不错之人 之人都不错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 heard of the 优优独播剧场上